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勇敢向终点迈进 当比赛结束 那些站在领奖台上的选手们 脸上写着满满的成就感与自信 接过属于自己的奖牌 这个活动很好啊 昨天晚上就跟他讲了啊 他就是很兴奋 一早就起床了 每个天使宝宝都不容易 所以他们有一小步的进展 我们就做父母的就非常高兴 孩子非常期待这个活动 他每次虽然没有办法得第一名 可是他会很期待说来赛跑 可能对一般的人来说 应该很稀松平常 可是对他来讲 他觉得说他很棒 爱他就是给他机会 雅特贝的举办落实了全民运动 让身心障碍者在运动场上 展现活力与自信 同时学习适应社会的能力 以便未来能融入社会 建立自主的生活 今年国二的林一轩 罹患肌肉微缩的罕见疾病 生活起居都需要母亲的照顾 但是他对于生活充满勇气 展现满满的正能量 照着镜子 涂着口红 这是一身 充满少女情怀的他 看似和一般人没什么不同 漂亮的脸蛋下 却有着吸收无力的四肢 原来一轩从小就罹患了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罕见疾病 一轩就是大概一岁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他腿部肌肉 很明显的无力 主要就是行动 还有因为他的手部力气 其实都比别人还要小 其实他所有的日常生活 几乎都是要人家协助 穿衣如侧 就是都是我帮忙这样子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大病年龄从出生到成年都有可能 但此种疾病在目前医学上 还无药可医 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心肺功能越来越差 像八月份也是一样 那时候送去急诊室的时候 他就是要求我要签插管同意书 其实当下我觉得 我就是不想插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他会选择就是比较好走 所以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讲说 他大概就是到三次嘛 三次 对啊 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 我相信应该时间会拉长啦 他很厉害 就是很多人都抱不起来 然后他就 因为他抱很多年了 所以他抱得起来 可是他的手就是也会痛 冯医生身上看不见丝毫畏惧或是埋怨 尽管对抗病魔的过程辛苦 但魔女两人仍保有着正面能量 继续勇敢地活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